各位朋友大家好, 欢迎收看QueenGay 今天我们一起来煮一个滋润的汤水 虽然天气慢慢回暖, 但是我们不只是秋冬天才喝汤 夏天也有很多滋补的汤水, 又不会过分燥热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, 希望大家喜欢 海底椰享乐瘦肉汤 再给大家看一下, 别买错东西 所有材料用盐水浸浸浸洗干净 外面舖挖拌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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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雪耳浸了大約15分鐘,我們將硬的部分剪出來 剪好丟掉它就可以了 正所謂煲三燉四,如果我們煲湯就用一個普通鍋,就煲兩三個小時,如果是燉夜,就要三四個小時 如果用壓力煲,就可以調壓力半小時,然後自然釋放壓力 跟電子快煲的處理一樣 我們剛才加了15杯水,因為煲湯一定要用中火或者大火,不可以用小火煮熟 這樣才是明火煮食 所以15杯水可能會乾了兩杯水,剩下13杯 湯煲了大約兩個半小時後,就可以加入雪耳 如果用壓力煲,煲完半小時,等壓力離開了,就可以加入雪耳,再煲多15分鐘 那你的湯就完成了 逼湯出來看看,蜜棗通常都不吃的,海底椰這麼硬,都是吃不到的 所以這兩樣東西我們都不開 接著我們可以吃的東西,例如有雪耳,響螺,豬肉,希望大家都會享用 健康養生就是這麼簡單,希望你們不論任何天氣,都煲些有益的湯水給你們的家人滋潤一下 多謝收看Queen記的廚房視頻,我們下次再見,記得按LIKE我呀,BYE BYE 欣賞一下,ihi